好,Marinka,其實說回Marinka這個地方 就是頓獵茨克的郊區,一萬人左右 其實也是一個小役的城鎮 甚麼都有,有學校,有商鋪,有博物館 現在基本上沒有人了,整個城市沒有人了 集羅日內也有說過,烏克蘭軍隊控制了Marinka兩年 俄羅斯是逐條街,逐間屋去幫你拆 一直打下去 俄羅斯部隊,亦有很多影片 看到他們如何襲擊烏克蘭的陣地 尤其是Marinka,這個地方 佔了Marinka,很可能來近 普京可能想打其他地方 就像這張地圖一樣看 打了Marinka,其實會向西 仍然繼續攻擊都可以 烏克蘭部隊,根據集羅日內將軍司令的說法 烏克蘭軍隊已經在Marinka的外圍 準備了一條防線 是否代表,如果他再進攻 就會遇上烏克蘭軍隊的伏擊呢 還是出口術呢 大家都很清楚這些事情 究竟會怎樣玩呢 所以這個,我們之後 均武器人和大家繼續做個跟進 好 就是這兩個新聞的情況 另外,要說一下烏克蘭的飛行員 好,先看看 先看看 網友有沒有什麼 不好意思,喝一口水 好 好 好,回來 來看看 烏克蘭有空優,但六關反擊不到 都有這些問題 要協調 EPSALO用航炸彈,好過用榴彈炮慢慢射 又強又準又便宜 那就用J-DAM J-DAM是最好的 J-DAM炸下去 是的 那幾十部烏克蘭的EPSALO武姓 我們來看 要拿空優都不容易 這個同意 即是我們見北約部隊打仗 是一整套設備一起出 有一套戰術怎樣運用 以及怎樣應變 這些不是每個情況都做得到 好 好了,如果沒有特別 我們再說多個消息 關於烏克蘭的飛行員 但亦都知道最近 都傳得好幸 傳道說 是真的有機會 烏克蘭這邊 會很快收到機 英國的防部證實了 起碼有六位 已經完成了Dry Training 他們現在接受 M16戰機上的訓練 所以這個 大家看相片 有六位精英 完成了訓練 開始做最後的測試 這些空中訓練 主要都是在丹麥進行 很簡單 你進行完之後 可能就馬上交機 在這裏 都不是特別的 總共有14個飛行員 分兩批 去到丹麥 開頭有8個 後來又有6個 大家都成功過了 英文的測驗線 英文也很重要 英語能力不行 你都不止對方教官說什麼 這個倒是 其實還有10個烏克蘭的飛行員 留在英國 現在接受著 語言教學 又是要逼他們 去考英文試 所以其實接下來 不是14個那麼少 是有24個飛行員 很可能很快 就是能夠出現 澳場等等 這些情況 但是有時候 你講到英國 怎樣可以令到 那些荷蘭的飛行員 不是 烏克蘭的飛行員 即是有效地進行 這裏的訓練 理論上那些細節 當然都是 陌生人是沒有辦法 規探到的 但是英國的防暴 有嘗試 用新聞稿 出來 就講回這一點 講到訓練上 不僅是英文 要加上你飛行員 一些很寶貴的實戰經驗 這個學員 接受了飛機操作標準的程序之後 跟著他們 就開始要做到更加多的事情 包括我們講到 學識的編隊飛行 那編隊飛行 老實說 你不會一出生就吃 這就是無可能的事 所以這也是要經過 熟能生巧 以及決心 一直去做 Anyway 現在 你看回 現在有 比較多的 成員 至少有六個 能夠坐到 F-16 在做實戰的訓練 所以 離他們的距離 接下來 正式 可以交付到F-16 然後 回到烏克蘭本土 然後 進行反擊 來計算 當然 比之前的估計 可以再樂觀一點點 可以再樂觀一點點 幾乎 如果可以爭取到制空權 至少不落後於人 俄羅斯自然的戰術就要斷了 這是必定的情況 烏克蘭的飛行員 嘗試在不同的地點進行訓練 包括英國 丹麥 荷蘭 美國都有 其實也有其他國家 羅馬尼亞 也有做訓練 這個情況 他們教他們 如何做空中的飛行 等等 技術上的事情 羅馬尼亞 其實跟烏克蘭 都算close 在10月的時候 簽了項協議 羅馬尼亞 新建成一個訓練設施 包括烏克蘭的飛行員 營運 然後就開始盡量培訓 這些情況 另外 烏克蘭的飛行員 其中一位 叫做 Moonfish 他接受了烏克蘭的傳媒訪問 說了他開頭駕駛F16的經歷 這些當然都是很juicy的故事 很有趣的故事 究竟駕駛的蝦輪位 在哪裏 F16和F29 當然 自動化的情況差很遠 以及F29 純機械操作 F16 就是電傳飛行員 感覺很不同 Moonfish 也說了 F16 上面的任務電腦 上面的介面 全部都是so impressive 很令人印象深刻 多功能的顯示器 就突然發現自己 好像有十個手機 一起在動 那樣的功能 十分之強大 對戰場的態勢感知 是以前的幾倍 甚至乎十倍 為何打起上來的好處大 因為他就好像全知全能 知道在附近的領空發生了什麼事 甚至乎有其他東西給他 例如我們說的 余景機 或者其他不同的無人機等等 資訊都能夠進入到F16 然後如何作戰 當然 若你提到烏克蘭的F16 肯定得不到剛才我們說的支持 即是不會再送余景機給你 不會再送空中交流機給你 又送其他海上巡邏機 也不會 不過 北約會不會送半賣半送 這些服務呢 真是會在烏克蘭的境內 一定要在一個領海以外 而進行這些干擾 嘗試將在烏南地區的部隊 可以一網打盡 這個我們會再觀察 以及這位飛行員 Moon Fish 都覺得F16做工精良 設計上真的沒有一定 所以他會覺得很多東西 駕駛員當然在我們說的 艙裡有時都頗孤單 頗孤值 但其實很多東西人類工學 例如他那張斜椅等等 都是考慮得相當周到的一件事 我們一旦完成F16聯盟 成立之後 是督出現在的F16交機 那邊的情況 所以接下來 第一批傳言 第一批F16聯盟 接下來幾天就會到的了 我還是那句 我維持著2024年才會見到它 即是2024年才會見到它 即是第一季最快的 誰知道俄羅斯那邊的媒體 直到說 似乎 烏克蘭不是一月會收到 他們很可能很早就會收到 甚至乎收了 但這些都是一個沒有證據的事 我們要不就拿出證據 即是我們說一句 有圖、有片、有真相 這個世界都是相當殘酷的 這件事上 阿明